10月3月17、14、15分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is H. 阿诺德、美国科学家乔治·史密斯、George P. Smith和英国科学家乔治·保罗·温特、Gregory P. Winter 以表彰他们的眉的定向进化,以及多胎语操体的视群体展示技术领域的贡献。 George P. Smith开发了一种成为视群体展示技术的方法。 视群体是一种感染了细菌的病毒,它可以用来进化新的蛋白质。 Gradury Winter用视群体展示技术颜值了新的药物。 如今,视群体展示技术已经被用来生成可以中和毒素、抵消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转移性癌症的抗体。 Francis Arnold首次对煤进行了定向进化,煤适用于吹化化学反应的蛋白质。 通过定向进化产生的煤被用来制造包括生物燃料和药品在内的许多产物。 关于诺贝尔化学奖,化学是对阿尔弗雷得了诺贝尔、Alfred诺贝尔而言最重要的一门科学,因为诺贝尔本人就是一名化学家。 他的发明以及他所使用的工业过程都是基于化学知识。 化学奖是诺贝尔在其医术中提到的第二个奖项。 诺贝尔化学奖尤为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 在诺贝尔于1895年11月27日签署的遗嘱中,他用自己一场的道部分设立了一系列奖项,以及后来的诺贝尔奖。 根据他的医院,其中一部分颁给做出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诺贝尔化学奖首次颁发于1901年。 当年颁发的还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胜利学货医学奖、门学奖与和平奖。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诺贝尔基金的利息或投资收益。 其奖金随着基金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2001年至2011年的单项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 2012年至2016年奖金下扫至800万瑞典克朗。 2017年,奖金改为900万瑞典克朗。 阿尔弗雷得了诺贝尔遗嘱的新一本,据诺贝尔讲官网消息。 今年,诺贝尔基金会对阿尔弗雷得了诺贝尔的遗嘱,进行了新的英文翻译。 诺贝尔基金会执行董事拉尔斯·海根斯腾、拉尔斯·海根斯腾、拉尔斯·海根斯腾展示了重溢这份遗嘱的意义。 他认为,阿尔弗雷得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展现出的思维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基于智识的推理和言论自由,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受到挑战。 但我们需要兼职这些价值观,作为诺贝尔基金会,我们有责任这样做。 海根斯腾介绍了诺贝尔遗嘱背后的故事。 当阿尔弗雷得诺贝尔于1896年去世时,他的遗嘱促使了诺贝尔奖的创立。 阿尔弗雷得诺贝尔是一位瑞典工业家和发明家。 他相信科学和人文主义的进步,他想奖励这样的进步。 并在这篇引人入圣的遗嘱文件中概述了他的意图。 他的想法是,诺贝尔奖的授语,不应考虑获奖者的国籍。 且获奖者应该充当榜样,并激励更多的人。 诺贝尔在遗嘱中写道,我衷心希望颁奖是不考虑国籍,而是将奖项颁给最有价值的人。 不管他们是否是斯坦迪纳维亚人,他还希望化学奖由瑞典科学院颁发。 蜀说诺贝尔化学奖,1901-2017年,109次,1901年至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共颁布了109次。 期间,1916、1917、1919、1924、1933、1940、1941和1942共8年没有颁发。 177人,1901年至2017年,共有178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其中福雷德里克扫格、Phredrick sanler 1918年8月13日到2013年11月19日,是唯一一位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化学奖的人。 分别在1958年和1980年,这也意味着,实际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人数是177人。 63次,在被搬出的109次诺贝尔化学奖中,有63次只搬给了一位获奖者,23次同时搬给两人,23次同时搬给三人。 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搬给了雅克迪波什,Zoch,Duboche,约埃尼姆弗兰克,Yorkin,Frank和理查德亨利森Richard,Handerson力表彰他们发展的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四名女性,历史上若有四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其中玛丽菊里和英国生物化学家多罗西玛丽霍奇金是单独获奖。 玛丽菊里于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在此前的1903年,她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1964年,来自英国的生物化学家多罗西玛丽霍奇金单独获奖。 另外,亦雷纳纳约里奥奥基里玛丽菊里的女儿和丈夫弗雷德利克·约里奥奥基里在1935年一同获奖。 2009年,以色列科学家埃达约纳特和另外两人一同获奖。 35岁,诺贝尔化学奖最年轻的得主是弗雷德利克·约里奥基里,1935年,她与妻子伊雷纳约里奥基里一同获奖。 当时她年纪35岁,1934年,弗雷德利克·约里奥基里和妻子的自然,杂志上发展一篇明媒一种新型放射性元素的人工产生的论文。 凭借这篇论文,他们夫妻二人荣获了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